您各位好啊,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今天啊,我要陪您去看的是尊化东陵最西端的一座帝王陵情 这就是清帝国的第九位皇帝,文宗显皇帝,爱新觉罗,义主 和他的结发妻子孝敬显皇后萨克达氏的陵情 说到这儿啊,您就该问了,为啥不是慈安呢?为啥不是慈禧呢? 这里啊,我就得跟您多交代两句 清朝的惯例,皇帝啊,被葬入皇陵以后 帝宫呢,就再没有被打开的道理 所以啊,能够随葬入皇陵的皇后 通常呢,都是死在皇帝老爷子前头的 那有例外吗?当然有了 就是这皇下崩了呀,皇陵还没修好 谁想呢,紧接着皇后也冰天了 这样啊,他正好省了事,一堆埋了吧 比如说啊,丁正皇帝的妈妈 孝公,任皇后,乌雅氏 还有呢,就是孝哲义皇后,阿鲁特氏 就是那同治皇帝的皇后 都属于这种情况 还有别的例外吗? 也有,就是皇上死了 可是他皇后啊,还硬绷着呢 没有一点要死的尽头 那就只能把皇帝的子宫啊 停到陵寝附近的行宫,暂时安置 等着呗,等着皇后冰天了再说 总不能让皇上老爷子一个人躺在地宫里不是 这位皇后啊,就是孝定锦皇后 叶和纳拉氏 啊,您没听说过这个叶和纳拉呀 嗨,就是光绪皇帝的表姐媳妇 龙玉皇太后 很多学者呀,一提到行丰皇帝的灵前 都爱说,这可是一座清代皇陵中 起着成前起后作用的皇陵 得了吧 您以为这贤僧皇帝他愿意这么招打 还不是穷闹的吗 清帝国呀,到了贤僧年 虽不能说是岌岌可危吧 可是也是日落西山的时候 贤僧皇帝呀 虽然早早的就勘定了自己的万年吉利 尊化平安欲 无奈呀,没钱动工 他糟心呢 内有长矛,太平天国,辽军作乱 外有羊毛,英法年军杀进北京 他烧了万元之元的云明园 皇上一想啊,我委屈呀 我还活个什么大劲啊 我死了算了,就死了 他这一死不要紧呢 大清国朝野上下 所有的王公大臣们 这算是耗子踩电门都抖了手了 再穷也得赶紧把皇上的陵墓绣好啊 挺大的一个咸丰皇帝 总不能死了从那靓着呀 这事儿得抓紧 可是啊,这问题又来了 这大型皇帝的灵寝 该怎么个修法,又是个问题 要是放在平常啊,这都不叫事儿 按照阻力呗 你咸丰又不是第一个皇帝 可是您不知道啊 这咸丰啊,他有个不让人省心的爹 道光皇帝啊,自诩是节俭的 其实啊,那些都是假招子 这个呀,咱们以后再说 道光把自个儿的灵寝啊 修得是又小又简单 公布左侧郎宋晋上奏折就说了 我看呢,就按着先帝爷的墓领就行 那么这墓领是啥样啊 我给您简单的聊聊啊 这墓领啊,采取了十相声 二住门,方城和明楼 其他的建筑呢,也是能捡就捡 能省就省 三道桥啊,改成一道 龙恩殿呢,重演改单演 月台,同鹤,同鹿,全不要 配殿五间,改成三间 最主要的呢,就是把地宫的九旋四门 改成了四旋二门 最后啊,遗嘱还不忘加了一句 不要见圣德神功悲停 两宫皇太后一听,肯定是不乐意 他们想了,要是皇帝的灵寝都这么简单 那到我们得简陋成啥样呢 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 直接啊,就把包袱甩给了皇宫大臣 共议啊,这事咱们共议 当然有拍马屁的了 李亲王第一个就站出来说了 明楼,背楼的地基都打了 石像生也都开课了 要说不用就不用,那更是浪费了 这大伙一商量啊 多,干脆咱们这么着 这定灵啊,建方城,明楼 地宫呢,就九旋四门 龙恩殿啊,还是重演五间 同鹿,同鼎,同鹤 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啊,咱们也都给他摆上 石拱桥呢,还得是三座 石像生啊,别多了,来他五对 这些呀,都是按照传统来的 神功省德碑呢,就不见了 反正啊,这咸丰皇帝也没啥神功 更算不上圣德 二入门不要了,地宫不雕刻佛经 地宫里啊,设龙须沟 上边呢,围缩一顶 咱就不要那黄榴梨娃娃 龙恩殿前的月台啊 不要坐一圈石栏杆 在正面来上一排 脸蛋光光鲜也就行了 自这个定灵以后啊 同志光绪的灵琴 都是按照这样的规制建筑 所以才说这定灵啊 它起着成前起后的作用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龙刘石 喜欢听我讲故事呢 您就关注我 顺便再来个点赞转发啥 要是想聊天呢 咱们就评论区聊 总之啊,您支持我 我就更有动力的为您讲故事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